欢迎收看九点钟三里整点新闻 我是郭雅慧 休开始先带大家来迅速扫描 这一节的新闻重点 首先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这时间凌晨五点多 台中呢有罪汉一路狂按喇叭 飙车失控 撞上了人家停在路边的轿车 还连撞七部摩托车 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 这个驾驶罪到自己连路都站不稳了 另外呢还有民宿业者遇到了奥克 说不单单破坏了家具 甚至连灭火器也拿来当作派对的工具 整间房间到处喷洒了干粉 然后带大家来看 是台北市这个国小的困扰 有邻居长期用摄影机 对着校门口来检举家长的违规停车 让这些消防说实在是不堪其扰 还有今天早上七点多 在台中这里所发生海水浴场 有两名游客受困在沙洲 抢救最新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稍后也会有来自现场 最新的追踪报道 先带大家看 是今天凌晨五点多的这一场意外 这男子呢喝得醉妈妈 还开车失控撞上了停在路边 有轿车还有七步的摩托车 那第一时间由于这个安全庆囊 全部爆开了 驾驶好狼狈被自己逃出来 连路都走不稳 双方都没有喝酒 但是逃过第一次之后 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 我们带大家来看 昨天下午国道这里在杨梅高架南下路段 这两辆轿车啊 一开始因为变换车道啊 有点擦撞了 所以双方驾驶第一时间下来的时候 他们是赶快先联络了 拖掉车道现场 那当然这里就有一个等候的时间嘛 双方都要等待移车 后面突然在这个时候 来了乡行车高速往前追撞 不幸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 请命案呢 三十年老朋友还是抵不过前关 高雄大社哦 这两个人他们已经认识三十年了 一块合伙投资建筑业 没有想到就为了一笔钱 为了财务纠纷衍生了杀机 七十四岁的这个杨姓男子 拿刀砍杀营造包厢 而且刀刀致命哦 一直往死里砍是往 他的脖子这里来砍杀 那样成悲剧 警方调阅监视器 在几个小时之后带到人 看的是恒春这里的偷渡客 到底都抓到了没 在墾丁啊 白沙外海 昨天清晨发现可疑的渔船 那么后来发现原来 这是从越南来载了三十多人 准备要偷渡的 好几位已经从白沙上了岸 还好海巡联合了警方 大规模的搜索 到昨天下午找到二十七个人 那么今一大早又再抓到六个了 到底船长再几个来 他话都说不清楚 带大家来关心 今天上午最新的发展 大漏洞了光是在今年 从越南偷渡到台湾 就拦截过三次 那么当然这也让大家 非常好奇的是 偷渡客来光是要上船 就要付台币三十万的代价 那么一到船上之后呢 一路开可能会四到七天 才会到台湾 一旦被抓到 这些全部都归零 为什么一定要来 一块了解 运势狂带大家来看看啊 这次朋友之间相约比赛 要投篮 第一个头没中 接下来呢第二位 带大家看他准备叙事待发 没有想到这一球 居然往前就直接砸毁了镜头 哇这其实大家看到 都笑歪了 这已经不是对不准的问题 根本是冲着朋友来的 也被说实在猪对有啊 还有接下来这辆摩托车 厉害了 这是呢 有摩托车在路中央 疯狂的自转 其实车上是没有人的哦 那他为什么像陀螺一样 是不是暴冲失控吗 你看他转到 已经是快没力才停下来 还好旁边有路人 赶快上来制止他 不要再转了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千万不要撞到路人比较好 还有这一幕则是 在国外的卖场 有一群朋友在玩 看到了汽油瓶随手 拿来负重深蹲 这个呢 原本拍下来是 想要看看他多厉害 没有想到拍到 这么糗的一幕 往下深蹲的时候呢 裤子爆开 那没有地方可以躲啊 他只好赶快坐下来 夹着屁股要 回家去换裤子了 台湾人一定对 这一幕很有感的 垃圾车 越靠近的时候 左邻右舍 来了 大家都会带垃圾出门 但是你可以想象 你看看排到这样 井然有序 这到底是哪个巷口 哪个邻里 也太乖了吧 站在路口 大家都在这边 原来这是台中西区 排队到垃圾的奇景 其他县市的人看到 肯定会觉得 应该要排排手鼓掌 丢个垃圾 秩序都好成这样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中国的甘肃这里呢 敦煌公路出现了 坑沙游客的陷阱公厕 好浓好香 吃绵密 这才是顶级享受 你们在吃什么啊 福乐顶级希腊式优落 1.5倍的乳蛋白 享受更加倍 果然顶级 浓郁绵密 美味有感 福乐顶级希腊式优落 韩国的张丽丽 17岁到台湾来 原本是来学中文的 定居下来之后 从事科技业 但中年 他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 改卖韩国料理 这里头有传承母亲 好手艺的心意 镜头呢 澳洲记者原本是在播气象的 没有想到下一秒钟 有人抢过他的麦克风 这一位是澳洲男星 也是雷神 克里斯汉斯沃 捞过界了 他在节目的外景时 抢过记者稿子 开始报气象 金钟奖即将在26号登场了 今年主持分三组 我们带大家来看 白家琪 Gino 还有曾婉婷 陈冠玲 他们要共同担任 第一阶段主持人 一出场 烟宵味十足 艺人孙鹏和低音的独子 孙安佐 六月说要经营手摇饮料店 没有想到昨天突然宣布 要暂停营业了 第一家 艺势小木屋的老板也好年轻 小小女孩 她说当年会兼三份工创业 其实是想圆梦买一台 自己喜欢的重机 后来是如何合伙来创业呢 带您一块来了解 上班十小时兼三份工 爱赚钱的小桃 大一就存到三十万